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欢看老电影的素子 今天要介绍的是电貌知名配角影星 称职红业,苏凤 1956年,电貌招考新人 录取了丁浩、苏凤、雷震、田青与林仓等五个 在公司里受训 现在除林仓另有高就外 其他四个人在公司服务 多数被影圈内看作成熟了 1960年与丁浩一同投身影圈四年的苏凤 十年仅21岁的他 虽与丁浩年龄相同 命运却与已近身一线的他大相径庭 数年间,苏凤始终未能脱离 男主角妹妹、女主角同学、被分手的女朋友 彬彬有礼的包妹等调味角色 贤劲优雅的苏凤 总给观众静静站在角落的印象 戏里戏外的他都是安分守己地等着 却未曾有担政的机会 苏凤原名李绍娟 广东波鱼人 拥有高挑的身材与闲静的气质 十分适合电貌擅长的都会时装剧 被选派在多部电影中担任女配角 由于苏凤的演技外貌乃至观众员上 都和同属青春育女型的游敏有段差距 使他担任的角色受限 总是在妹妹、同学这类好人角色中打转 如此进退尾骨不上不下的红叶人生 本属演员生涯的常态 不巧的是 他的同期同学丁浩一路风风火火 反差遭遇让向来与丁浩并称的苏凤 获得不少同情目光 面对平稳平顺甚至平淡无奇的事业瓶颈 总是带着一抹温柔笑容的苏凤 选择持续默默耕耘 泰然态度令与他相熟的记者深感佩服 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拍戏 苏凤作风一贯 他却不嫉妒别人的很快窜起 面对自己的绿叶宿命 苏凤在为数不多的报道中 总是表现得谦虚而满足 他也和不少演员建立深厚的友谊 如同在《空中小姐》中饰演的女主角好友一样 因为害羞而表现失常的优秀女孩 即便被派任地勤人员也甘之如意 不仅毫无妒意 还能诚心祝福成为空服员的同窗好友 这位一再重复善意的女配角 只有在林黛主演的温柔香中难得傲娇一下 这或许是他重饮数年最突破的尝试了 苏凤身材纤细举止端庄 全然符合好人家好女儿的典型 只是这样的好形象有利有弊 历史类似角色必然找他 必是除此之外再无突破 越走越窄的戏路 致使电影中的苏凤永远无法脱离 听话的乖巧的顺遂的配角命运 与苏凤有亲戚关系的华美晚报编辑张志涵 坦言想不到这位害羞的淑女竟会进入复杂的影圈 她贴切写道 苏凤进入电影界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事 她是一个学业素来很好 而又十分老实的小姑娘 恐怕不适宜于电影界这种环境吧 对她颇为欣赏的记者银汉 带苏凤回答 我想她有她的打算 我相信她并非追求电影明星这个头衔 而是兴致所尽爱好电影艺术 她可能成功 如果她认为环境不适合 也会自动退出 后话是银汉的推测 郑重苏凤内心 在试了大约六年后 她便选择结婚习影 静静的来 静静的走 回到俘入电帽的17岁 还是新人的苏凤和丁浩 悬映公司安排赴台参访 俏皮鬼马的后者 迅速掳获薄刀影迷 每日清早就在一行下榻的国际学社外 呼喊 丁浩丁浩 风头一时无二 果不其然 丁浩主演的电影 在台上映都有不错的票房 而无她那般耀眼光芒的苏凤 就这样被静静的忽略了 之后的两三年 苏凤的片约虽多 却是片不夺目的红叶 以辅助而言 当然是好 也就是不会抢过主角风采 但就自身发展来说 却无疑是个噩耗 掌握续约大权的电貌总经理钟启文 以彼此满意的条件提出续约 以扫他为前途担忧的阴霾 苏凤听闻总经理在他演技进步中 获得激励道 我要更努力 在不曾独当一面演一部戏之前 绝不考虑到结婚 料下不当主角不结婚 狠话两年后 1962年5月12号 苏凤与年貌相当的青年实业家 叶仲武先生在九龙弥敦道 圣安德烈教堂举行婚礼 附带一提 乐帝与陈厚也在同年2月在此注册 苏凤婚后便退出影坛 只是他的主角梦一直未能成真 有始至终 苏凤都是位称职的好配角 苏凤与独当一面 总是隔着一层玻璃天花板 所有关于他的报道也都稳妥平淡 标题不外 稳步迈进中的苏凤 苏凤好厉害的姑娘 苏凤宛宛若脆骨幽兰 亲历绝俗的苏凤 悠闲的苏凤 五月新娘苏凤 等妥贴的内容 而形容他的也都是 最正派 闲尽天性 老实温顺 等善意用词 即使造访台湾 名字也总是落在丁浩之后 低调甚至有些不显眼的命运 除了见仁见智的演技 也在他表里如一的羞涩木纳 无人会让苏凤眼 淹世媚形的风尘女 逞凶斗狠的小太妹 调皮捣蛋的富家女 或误入歧途的小村姑 因为浑身散发中产白领气质的她 怎么看都不像 说到底 坏女孩让人头疼 乖女孩使人遗忘 偶尔使坏的好女孩 最得人爱 偏偏乖女孩苏凤 和最得人爱的丁浩一同出道 再努力 也只有甘拜下风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咯 za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